肾功能不好怎么调理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是比较 范围比较大的 那调理的因素其实有很多 我们讲其实也就是说 在尿毒症的情况下 我们来怎么 怎么护理 怎么治疗 它其实包括了这两方面的一个因素 护理的话就是 尿毒症的患者一定要注意饮食清淡 不能有一些这种高飘龄的一些物质的摄入 还有像这个刺激性的饮食 太咸的太油的太辣的 还有放很多那种调料的那种饮食 这个尽量都要避免 另外呢就是休息 一定要休息好 情绪不能波动太大 大喜大悲 这个都对身体有影响的 那么除此之外 就是要活动 适当的运动 慢跑 10分钟到15分钟 慢跑 散散步 20分钟30分钟也可以 原地 打打太极拳 练练什么一筋筋八段筋 也可以 或者是做做广播体操 做那么十几二十分钟也行 也就是说不能够有太大的这么一个强度太大的这么一个活动 这个是保养 另外呢就是睡觉 你不能睡太晚 还有就是尽量避免感冒 我们说谁保证不感冒 这个可能很难做到 但是随着天气的变化呀 你尽量避免加减衣服啊 避免这个感冒的发生 这个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尿毒症的一个进展 那么除了这个自我调养之外 那么就是治疗 治疗的话我们一定要 首先要考虑 你做透析的要定期 还是要维持这个血液透析 定期把这个毒素 水 或者体内代谢过多的一些废物排出体外 减少对于各个脏器的一个影响 这是定期做透析的一个好处 其次就是要把一系列的并发症 比如说高血压 贫血 钙磷代谢紊乱 酸碱失衡 水代谢的紊乱 还有像激发性甲胖抗 这个都得要给予一个积极的处理和治疗 把这些都能控制的好 好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尿毒症患者 应该来说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状态 感谢观看